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日快乐 谢谢 因为其实虽然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组织 其实所有的义工在里面都是 就是10年 20年 15年的义工在里面 譬如我个人是20年的义工了 所以您这20年的义工全部都是在 就是癌症关怀这一个方面 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 您当时是怎么样选择做这一个方面的义工的 其实这件事我常常提 而且我真的很愿意一直在提 因为它常常让我想到 我当初加入愿意当一个癌症关怀义工的初衷 因为是在我父亲是癌症过世的 他在21年前1993年过世 那他1993年过世之前 他生病了躺在床上一年 1992年一直躺在床上一年 那在美国这个环境 本身我是学医疗的 我一直是在医院做医疗管理 所以对美国这个不一样国家的医疗制度 我个人认为我还蛮了解的 那语言对我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可是在那个时候 1993年的时候 我走那个一年 我觉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我不愿意任何一个 不是以英文为主的一个华人家庭 假如他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病人的时候 我不希望他们有像我那样相同的经验 是一个很孤单很孤独 有点无助的感觉 所以当我父亲过世1993年的时候 我在1994年我在报纸上 过了一年我在报纸上看到 有在征求义工的时候 我就自己打电话加入了 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这一个义工的行业 没错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刚才您说的就是 现在华人在这边如果语言不变 如果面临这种癌症急患 病人加上家属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那心希望你们可以提供 什么样的一个就是program 可以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新希望新希望真的是 我很庆幸因为加入的这些整个团队的这个义工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所以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摸索期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 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摸索期 所以我们当初设立这个新希望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 就譬如说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请问医生这个session 请问医生就是说当你去看你的医生 让你医生诊断说你有什么样的疾病 要做怎么样的治疗的时候 我们每两个礼拜一个晚上 有一个这个癌症的专科医生 当面解答你任何的疑问 你可以把你的报告带过来 他可以帮你分析 或者是说你有什么不了解 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怀疑 或者说你只是要听听第三者 是不是跟我我的组织医生讲的话是一样的 只有在这个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那我亲身经历好几次这样的一个 一个病人请问医生的session 那我觉得最感谢的就是说 其实因为在矽谷 我们没有这个因为高科技 我们没有时空的限制 所以我有看过从叫做不同地方 台湾的子女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大陆的这个家人在这个美国 他们会把他们家人的问题带过来 然后来问 然后有时候他们就现场录音 可以整个用这个电脑 internet就传过去了 几乎是及时的 是的 所以我就看到说 其实我们做的这样一个program 帮助了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 所以不仅仅是对弯曲 是的 可能全世界只要他们知道 有这个线索 他们都可以到这里来寻求帮助 这只是一个很其中之一的 就叫请问医生 其实还有一些像康复活动 康复活动就是说 一些癌友正在生病 或者是他已经治好了 他来参加一些这个康复的活动 譬如静态的像书法 动态的像一些瑜伽啦 舞蹈啦 卡拉OK啦 有的还可以煮饭的这个美味的 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多彩 像一个活动中心啊 所以都是癌友过来参加 是的 都是癌友过来参加 那其实在他们这个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或者是交流的时候 他常常可以看到 跟他同病相连的走过来的人 所以在这个中间 他会找到一些激励的力气 力量在里面 可能就是因为找到同病相连 他们就可以互相支持 然后互相鼓励 对的 就除了这些以外 我知道您还提到有一个喘息服务 好像是专门针对这个癌友的家属 设立的一个这样的项目 您可以稍微跟我们聊一聊 好 那喘息服务就比较 它是专门针对生命末期 癌末的家庭 对家属提供一个休息的服务 那譬如说家里有 因为家人一生病了 就在走到最后的时候 全家是忙乱一团 那忙乱一团的时候 他同时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 他必须处理 所以在这个蜡烛两头烧的时候 常常要是有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进来的时候 让他有一个我们讲休息的时间 其实休息这位家属可能还有他自己应该做的事 譬如他要去接送小孩 就譬如说他要去买个菜 或者说他去 譬如说他坐下来把账单写一写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在病人旁边 所以他可以放心去做一些他本来应该做 可是没有找不到时间做的事情这样子 你们可能就是 是一个义务的终点工 为他们真的是提供这个实质的陪伴服务 对 可是常常 我在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挨友的服务过程 喘息服务的过程 常常看到不管这个家庭的这个教育程度 经济的力量 当他们遇到走到最后的时候 家里很多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这个面临这些生命末期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 都会及时的跳出来 就是这个family dynamic的东西 突然很急速的出来了 那常常有一个陌生人 一个第三者 他没有他家庭的背景的一些包袱的时候 常常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聆听者的效果 那我也知道就是你这种陪伴服务 可能会有很多的情绪的这一种 就是介入或者是情感的attachment 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有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 这个呢 这可能就要讲到2003年吧 2003年 11年前的事情了 那看来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你 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 是的 因为那位是一位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东北来的姑娘 人好看标志 然后他那时候得的是急性白血球的病 就是Lukemia 那来得及 所以他的治疗也是非常积极的 可是每一次化疗完 一个礼拜不到又不行 所以他这个化疗是一直不断的 那人会经历很多痛苦 是的 所以他那时候头发掉 所以他有所有的副作用 而且十几年前的医疗跟现在医疗也没有那么有 这中间还有一个距离的 所以那时候他是一个人单身在这里 完全没有亲人在这边 没有亲人 然后刚好学业完成 正好进了一个新的公司 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这么一个好的生命 28、9岁 正要展开他另外一页的时候 他突然得了这个病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第一次去看他的生活 那时候我没有生命末期喘息服务 2003年的时候 那我是一个以家庭探访的义工去看他 我印象最深刻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把他所有最美丽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 因为他不要让我看到是他现在一样 他要我看他他以前的时候很漂亮的样子 所以当他生命 他知道他走到后面的时候 他最后是回国了 回国了 可是那时候 因为是不是这边的医生也就是无能为力 对那时候我们也有陪他去跟医生交谈 因为有时候病人在很情绪化的时候 医生讲的话他是听一半的 他是有选择性的听 就是听他想听的不好听的他就没有听的 所以常常有人陪他去的时候会帮他做一下笔记 会比较有一个完整的结论出来 那医生当时就告诉他说 加时你是我的女儿 因为医生比他年长 他看他就像他女儿一样 他说加时你是我的女儿 我会告诉你不要再做治疗了 因为他们认为是无谓了 就是好好的过 好好的把你剩下的生命 过得有价值一点 有品质一点这样子 所以 可是他当时不能接受 所以他就回国 继续积极地找治疗 他走的时候是蛮辛苦的 因为他一直治疗到最后一刻 他没有放弃 当然这个都是无可厚非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可是我一直记得在最后的时候 他的家人从北京打电话给我 叫我跟他道别 在那个道别的过程 因为他已经不能讲话了 所以我在电话 我告诉他每一句 我有多感谢他 我认识他 我有多感谢他 他让每一个知道他 因为那时候报纸上 登得蛮多他的新闻的 因为他是单身一个女孩在这里 没有亲人 在生病的时候没有人照顾 连做饭的能力都没有 而且马上 因为没有上班 他没有经济的来源 租房子都是一个困难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告诉他说 因为他的故事 他鼓励很多平常 不会出来帮助人的人出来了 他们会给他送饭 他们会来给他鼓励 跟他唱歌 因为年轻的女孩 还是希望有一个年轻人的生活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告诉他的时候 他的家人告诉我说 他眼泪一直流 因为他说不出话来 然后他当天晚上走了 所以在这个 因为我跟他互动很紧密的那个时候 所以他的相片 一直在我家挂了一年 所以这对你其实心理来说 也是很难理舍 就是如果看到一个 还有就这么眼睁睁的 就是年轻的生命 就这么消失的时候 对 那么那心希望 我知道有很多像您这样的义工 那在情绪方面 有没有就是可以 就是对义工有一种 就是帮助他们梳理 或者是培训 对 因为在喘息服务 我们服务的对象 就是生命末期 所以生命末期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跟每一位 我们服务的爱友 说再见 这真的是生命中 非常不能承受的一种 对 所以 道别 在我们加入这 喘息服务这些义工呢 我们有经过一定的训练 那然后在每三个月 我们会给他固定的一个 这个 我们有请到一个 这个clinical psychologist 临床心理医生 每三个月来 跟我们做一次这个 我们会把我们每看到 这三个月看到的 病人的事情 每人看到不同的方向 来讲一下 然后他会用他的技巧 来解答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个互动中间 其实我们学到很多 而且我觉得 可能你们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培训项目 也是你们摸石头过河 走一步 看一步 然后慢慢积累经验 没错 因为这个program是一个 我们讲是试验 就是pilot 就是说没有东西让我们去学着走 所以等于是trying error 就是一面 一摸摸一面走 一面学 一面看 所以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 我觉得我们还要学习的地方很多 可是我们比较稳固了 而且刚才您提到就是有医生问诊的那一段 那医生也是由义工组成的吗 是的 我们的医生是30年 有30年经验的oncologist 他在这个癌症肿瘤呢 是属于就是这个medical director 就是集的 所以他看的病人也很 就是30年来很多 临床经验非常丰富 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 然后当然医学一直在进步了 医药 新的药 所以他们也自己本身要随时在充实自己 所以我们现在是我们的Dr.Tai 戴荣涛医生也是我们的会长 新希望的会长 他每两个礼拜三下午就会到办公室 那事情有登记了或是没有登记 我们都欢迎病人把他所有他想要问的问题带过来 这个都是一个免费 我们所有的服务是免费的 是这样 那需要就是病人家属需要预约 对就是打一个变化到办公室 这样子我们就 然后我们可能会告诉他说 我们地址在哪里啊 我们很担心我们病人会找不到我们的地方啊 然后就是说请他几点 可能要早一点来 我们有专业的护士 会把他的问题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的护士也都是义工 也都是Oncology的Nurse 哇 那真是太棒了 但是我也知道有些癌友 可能他自己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了 而且可能家属因为时间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不能够接送 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服务 有 我们有交通服务 其实交通服务是一个很好的 我觉得在矽谷这些工程师 有的工程师是不太喜欢跟人之一人的这种接触 比较喜欢跟电脑打交道 对对对对对 他们这些 这些在驾驶对他们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找入人路 就是在什么时候固定的时候接受 那常常因为在这个地方 其实病人我们就说你不需要特意要跟病人讲话 我们没有这个要求 就是说你就是驾驶去 他们可以提供一个半天的时间 一天的时间 得出来的回馈 那个反馈的感觉 当你知道你帮助了一个人 因为你的接送他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治疗的时候 那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一切尽在不言中 可能即使没有这个言语的交流 但是他心中会有那种 就是可能觉得帮助人的这种满足感 对对对 所以您做二十年 我在想 那是不是每天都会被很多事情感动 然后有没有什么其中特别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跟我们可以分享的 好 我在讲 我 其实这位也是一位弯曲的工程师 他很小的时候来到美国 来的时候是妈妈自己带他来 它是一个单级家庭 所以就是母子相依为名 那妈妈的工作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她任何辛苦的工作 只要能够赚到钱 她就去做 那做的就是为了要培养这个 这个唯一的儿子 成才成人 所以当妈妈在去年过世的时候 因为癌症 对 因为癌症过世的时候 这位 这位独子 他常常说 他希望他当年有跟妈妈有 因为妈妈一直是 因为要很坚强 他独自一个人在美国带一个年幼的儿子 所以她表现完全是一个严妇 多于慈慕 所以当然就是妈妈讲的话就是 就是这样 没有就是这个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所以那时候他常常说 他希望当初他可以更顺着妈妈一点 更顺着妈妈一点 那妈妈是一个传统的妈妈 所以那儿子本身是一个受过美国新式西部教育的一个年轻人 这会有一个这样的culture的一个冲突 那其实在这个我们都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 叫做是第一代的移民 我们看到我们身上带的是以前的传统的一些文化过来 那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生根的时候 看到是一起在这边长大的小孩 他本身所接触的是有冲突的 尤其在这边生的孩子 可能他就是自己已经觉得他们是美国人 对 可能爷爷奶奶全部都要讲中文 小孩回家全部讲英文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现在是一个四十几岁 他自己有初中高中的小孩 他说要是妈妈在 我其实愿意更顺着他 因为他已经自己为人父母 然后由于母亲的离世 可能给他更多的人生感触 但是你在旁边 作为第三者 你看到也是给你自己一个 好像一个自省的一个机会 对 我听到这个故事 我也心里想想我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常常讲说 我上次就说 有人问到说防癌的意义是什么 防癌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常常讲 防癌的意义其实 对我来讲很简单 我不是说我今天要怎么样养生 我也不是说我应该做哪一些运动 什么 我觉得就是活在现在吧 活在当下 然后爱你身边的人 爱你身边每一个人 我在想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做了二十年 您觉得就是在加入这个防癌的义工之前 和之后 你对生命的看法和态度有没有改变 有 什么样的改变 我以前 我一直在想以前 以前跟现在 以前 我不是这么mellow 不是这么 以前就是 不是这么柔和 冲冲冲 事业是第一的 OK 我可以为我的事业放弃很多东西 而且要做到最好 要花很多精神 完美主义者 我会用很多时间 然后你们都不要来吵我 我要专心做什么 可是现在就是说 后来我加入义工以后 我发现我更爱我的家人 我更爱我的小孩 我觉得我的家庭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我可以打拼一天 二十小时怎么样做 可是当他们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 突然这些都不重要 那些都不是我要在意的东西 所以您的priority改变了 对 是的 那您的家人支持您这样做吗 支持的 其实我本来不知道 那您怎么知道的呢 就譬如说吧 我现在两个女儿 我有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都结婚了 所以可是在他们 其中小女儿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就是在美国是十一年级 要写那个asset 就是要写这个论文申请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是遇到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位 得到白雪球过世的 就是小姑娘 正好那时候我是忙进忙出 我常常把家里的饭赶回家做好饭 然后又出去怎么样 其实她是看在眼里 我没有讲很多 没有用言语来讲 结果我女儿就把她看到的那一 我在家里的那一面 她写下来写在她的论文里面 申请大学的论文里面 那我当我读到的时候 我是很惊异的 因为觉得 原来他们都看在眼里 他们看在眼里 所以其实生教终于言传 没错 所以就是得到小孩子们 以及你可能丈夫的肯定 对您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 对 没错 真的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周末要开会 因为大家都上班的人 常常周末才有空 或者是晚上有空 有时候有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周末要开会的时候 那可能就不能跟家里 有很多相处的时间 可能时间会缩短了 结果他们知道我要做什么 有时候他们陪我去 而且恰恰是这样 可能你们之间更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对 因为我们会对 会把我们对对方的那个好 那个爱用嘴巴表现出来 以前可能就不太讲了 因为你做这件事 所有家里的爱也都激发起来 对 真的很美好的一个见证 而且我想在可能时间也不多了 我想就是请问一下 新希望在未来有哪些计划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重要的活动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最近就是9月13号我们有中年庆 那快了 就是我们的感恩年会 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筹款的活动 那是在Dienza College在Cupertino 9月13号下午 礼拜六下午2点的时候 那当然欢迎各位去电视机 可以到我们的办公室打电话 要那个锁票 票是免费的 我们欢迎每一位 那我们的节目是非常丰富的 具体有些什么样的活动 有这个有27个人的orchestra 年轻的高增生组成的一个交响乐团 我们有一个那个盘翅洞 一个瓶剧 因为我们要特别照顾 这里一些年纪大的一个人 年纪的那个年长人 老年人的活动 对 有一个瓶剧 是一个盘翅洞 有猴子 有这个孙悟空跟蜘蛛精 然后我们还有小品 估计小孩也可爱看这种东西了 对啊 还有这个 而且都是年轻人 在这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讲 真的啊 对 那很了不起 对啊 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完全很有名的沈岳 跟我们编了一个 他本身也是IU 编了一个这个康复活动的小品 表演的人全部都是IU 把他们每一天生活的活动 做出来一个表象 就是告诉大家 然后当然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医生的panel 来做一个就是对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医疗走在哪里 其实我们的生 其实你生了癌症 其实它是一个慢性病 你还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要去计划的 真好 我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 分享这么多好的新希望的信息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请您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说两句你的就是这样的寄语 对IU 对家属 还有对那些希望提供帮助的人 好 我希望每一个人好好珍惜你每一天 把每一天要做的事做好 不要想太多 然后好好爱你身边每一个人 假使你还有力量 你也可以把你那多出了一点力量 来帮助人 那当然假使你正在生病 好好的过每一天 因为每一天都是我们应该珍惜的 非常感谢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收看这一期的真爱公益站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1 d 您 4 2 4 18 6 4 6 9 7 6 7 7 9 8